我想說沒那麼差,我女友要青梅竹馬慘,你也收到牆 這套不差 第一,我心法都說,這套我看田村而已 如果你說整個故事,Eda Guna 先後就有兩個青梅竹馬 一個是寺院,一個是小學 一個是五歲前,一個是五歲後 然後就來了那個阿珍,阿川珍娘 魏女朋友 還有一個前女朋友 神經病 怎麼看呢,四個角色的組合上 青梅竹馬組那邊,兩個 第一個,五歲前那個很明顯就是 攝時間 年輕時候懵懂無知化的錯誤 完全是說不上任何愛情 不知為何還記得問他簽結婚證書 原來是神經病 那個是副會長 基本上是一個很悲哀的角色 你怎麼看他出齊 就純粹抽雜數 因為作者要出過東夏抽雜數 才給他出齊 他有說過,分四季 原來是臭數的 當然啦,如果你說臭數 當然你一個就這樣算了 不要理會他了 青梅竹馬那邊比較重要的 應該就是千華 千華 氣氛多一點 比較立體一點 但是我不太喜歡 OK,但是你說 其餘那兩個來講 忠耳病那個真的要選 那個是神經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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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他是沒有 他是描繪得不夠之外 還要是描繪得很奇怪 理論上應該 如果你跟回之前忠耳病 談論的結論 他的忠耳邏輯 只是他包裝的原因 實際上 應該忠耳那條女 對基香 忠耳男主角 一見中情的 但問題是 整套東西 你不見到有什麼 就是不定用 他一些很忠耳的屬意 他應該說 曉耳聖龍騎士 是我的結婚契約 那些好奇卡 亦說 你前世的男朋友 就是這樣說 但問題是 完全沒有形象 其實根本上 我覺得他是 借忠耳病 來 純粹來接近男主角 其餘 還有一件事 都頗不喜歡看 就是那個男主角 阿珍良 經常拿著男主角的 他經常拿著男主角的劇情來搞 如果我不是一個 看著男主角的人 那 真的 可能未必知道 你裏面做什麼 為何要喝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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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未必知道 如果不看女主角 不是每個人都看女主角 他對女主角的惡搞 只是一些 跟劇情沒有關係 沒有劇情線路沒有關係 你看明不重要 你不會影響 你對於劇情的理解 所以我覺得沒有重要 另外一件事 我也覺得很奇怪 其實這個男主角 喜歡珍良什麼 真的 很奇怪 你喜歡珍良 有什麼是值得 那麼難令人喜歡 其實 不要混亂 開頭 兩個結合 是因為利益 就是利益所在 因為大家想獨孫 不想給那麼多人 上門告罷 才搞一些彈日出來 但 看完整個鬼 就發現他們根本就完全沒有實現到 他經常搞步活 都不是讀書 對 他根本就是 男主角還說 因為想醫好 芝娃華的病 所以才這麼努力 讀書 他現在完全是違反了所有 你看到後面叫做寶達班 都叫做讀書 但是寶達班 也叫做建立愛醫 為什麼愛醫的線 發展了 不是讀書 對 你變成愛醫的線 就算了 因為那條都沒有什麼 但你說 他都說不出 他原本的劇情 完全是把他原本的劇情 違反了 他跟他原本的性格 根本就不是這樣 基本上 他就說 如果被拆散了 他跟珍良已經分手了 他都不是喜歡珍良 你看到他都沒有 而珍良一向就說 珍良是假扮的 珍良應該真的喜歡了他的 珍良是假扮 跟他假扮 其實珍良是真心喜歡他的 我覺得四個人 又是一些歷場 突然間 其實每個人都很喜歡男主角 就變成黏著 就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珍良的角色 四個面 珍良的角色最有發揮 因為他一方面是假女朋友 另一方面是真的喜歡男主角 但到後的劇本 其實都沒有什麼可以寫 因為最重要的是 對面的男主角 他沒有任何發揮過他的邏輯 說服到我 他一定要追回真理 就是最後的事敗了 就是穿了鍋 就是大家散了 但都被拆散了 就是 你明白嗎 就是假扮 這個優泰 就是大家會說 嘩你都算壞了 我想享受四個女主角 跟著我 你直接假扮 是很修羅很辛苦 特地 親完一個人一個 大哥 抱著一個人一個 根本是沙飄場 可以拔走一個人 你立刻就 看你怎樣拔走 基本上你是可以拔走他們 那三個角 你以後就不見了 當你飛到紫娃娃 但你又不是 拿紫娃娃去嘴人 這是什麼意思 你明明明是花生蘿蔔 他要挑戰人渣性的地位 其實也是 其實也是 我的角色都很仁渣 一分都很無辜 不用收到場 但一分又有左又有馮現 對 嘴完一個一個 是那一招都嘴完阿珍來之後 然後架出來走完之後 抱完阿基香 然後再跟那個 那個就不算了 那個傅惠真 然後就跟阿智巴華在那裡嘴 這件事 我感覺上 你一是就跟人分手 你現在是說得這麼偉大的話 你又不要像這樣 嘴完一個一個 那這件事就算了 我也是那一句 看田村船的這件事 對 說真的 我如果看完 大家都有點眼火爆的 就算了